再來要帶您看到這加油站過去呢 經常會出現有怪客為了拿發票 加油一次只加零頭 還一連加了好幾次 影響到其他排隊的民眾 現在中油出手了 在全國所有的自助加油機做了設定 如果一次加油呢 金兒是在十元以下 油槍就會自動上鎖 不能夠再加下一次 就是為了防堵怪客上門 請取油槍 至如油箱 來到中油加油站自助加油 刷卡提取油槍 操作全靠DIY 裂印中 就算一次只加兩塊錢 還是能拿到發票 但是想加下一次 這時候問題來了 現在沒有辦法再加了 因為他是第一試驗一下 欸 電腦畫面出現暫停服務 而且油槍被上鎖 得靠加油站員工 手動解鎖系統才能恢復運作 怎麼樣才可以再加一次 部分都是由我們裡面的人員 來幫你做緊開的工作 原來有不曉怪客 為了套取聯號發票 或充信用卡刷卡次數 加油只加零頭 還一連加了好幾趟 中油貼出紙條公告 請勿加十塊以下套發票 提醒顧客自重 一公升都二十幾塊 你加十塊錢怎麼行呢 這個發票而已 不用就這樣子 就只拿發票而已 說要加十塊一點點 這樣累積這樣 傳統加油排隊的人潮多 而且人工操作 限加一次 自助加油 客人相對少 輪到就能無限加 難怪會被怪客拿來套取發票 你竟然今天來邊排隊 應該是一次 只是僅限加一次 有這樣子的玩法 比較合理 加了一百塊 然後跳一次 加一百塊跳一次 這樣對後面的是很不公平的 尤其每當油價大漲 加油人潮 常常擠爆加油站 中油出手 索油槍 防怪客套取發票 就是為了保障消費者權益 記得江宋 焦國鋒台報導